嗨大家好我是Jessica 今天又是一個禮拜的開始 我要記錄我這一週的生活 那這個禮拜跟前幾個禮拜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終於要踏出門了 沒錯就是真正的踏出門 不是說到家裡旁邊買個東西 然後送小孩上下課這種出門 是真的真的要 你知道出門 的概念 那我今天明天跟禮拜五呢 這三天都會在台北工作 我想說可以記錄一下 如果我有吃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 有做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跟朋友有什麼比較好笑的事情 就是可以把它記錄下來跟你們分享 好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八點半 就是我剛剛送完小朋友上課 那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等一下要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來 吃早餐 我今天早上吃牛肉捲餅 這家的捲餅真的超好吃的 然後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就要來做我的保養 日常保養 不過我會開直播做啦 所以在影片裡面大家可能就只會看到片段 大家可以感覺到我講話的鼻影有越來越重的趨勢 因為呢 過敏又開始了 我每一天早上都在醒鼻涕 都在過敏 真的過敏人真的很痛苦 好我等一下呢要開直播 要跟大家一起來吃早餐 然後呢順便要來保養 這樣子 這基本上算是我蠻日常的啦 然後呢直播結束之後 我應該就會處理一下工作的事情 接著就準備化妝 然後要上台北準備今天晚上的第一場工作 不好意思喔 我太久沒有工作了 我整個人 呈現一個非常荒廢的一個狀態 沒錯 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吃早餐開直播呢 影片的各位我們就晚一點見 掰掰 今天我在上海生活過嘛 然後大家暴露的時候 都喊我同學喔 他們都會說 比如說往南走往北走 之類的 然後我都會想說 東西南北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都 他們就是都會 都知道方向 就是他們都知道說 什麼東西在什麼東西的 北邊東邊南邊西邊之類的 然後就大家講話的時候 常常就暴露的時候會說 就是往南走 然後我想說往南走 南在哪 然後就是我還很認真的跟我弟說 我說 你覺得我是不是要去買一個指南針 我是真的太難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們在學校吃飯 然後我們學校就是 他們就是叫食堂嘛 然後那時候去食堂吃飯的時候啊 然後那個 幫你咬飯的那個師傅就會說 要多少 然後你就要跟他講 一兩飯或二兩飯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然後又 我就不知道 又有聽到前面同學 就一直有回答說 一兩二兩 一兩二兩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一兩是多少 好難喔 然後 因為我前面都是剛好都排男生 然後結果 我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都說 二兩飯 二兩飯 然後到我的時候 我也就跟著說二兩飯 我前面那個飯有夠多的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就 之後我就知道說 女生吃一兩就好了 可是其實 你問我說一兩是多少 其實我覺得大概就差不多一碗吧 就我也沒什麼概念 就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 拿起來是多重 但是我就是只知道說 OK差不多 女生就是點一兩 然後男生就是可以點 就是二兩這樣子 我跟你講 東西南北跟 一兩二兩飯 真的很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可是後來 就是一兩二兩 真的我都覺得都還好 因為他其實就是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碗兩碗好了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可是我跟你講 東西南北真的很難 東西南北到至今 就是我在 上海大概五年 我都還是不會 我都還是沒有學會 東西南北 可是我弟弟 我弟很強 我弟 去的第二年 他就已經可以跟 他就已經完全融入了 就是他暴露也是跟我講 打電話 我就說 欸弟 那個姊姊要去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 在哪邊啊 他說 那就在什麼的北邊啊 我說 北邊你不要跟我講這種話 我說怎麼走 你跟我講怎麼走 你跟我講在 我要坐幾號線 然後到哪裡再下 你跟我講這種話 就是他也跟我開心 跟我講東西南北 我就覺得好難喔 然後我弟也完全都聽得懂 然後有時候我跟我弟出去 然後路人暴露的時候 我都完全聽不懂 我就說 我就說弟你來 你聽 然後他就會說 然後他就會跟他講 然後他就可以完全抓得到 我就問我弟說 你怎麼知道東西南北在哪裡啊 他就說 反正就看你在浦東還是在浦西啊 然後如果在浦東的話 那西邊就是在哪一邊啊 我想說 嗯 我不知道 算了我有你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就是 遇過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可能真的都不曉得說 就是欸有這樣子的講法 其實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欸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生活體驗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可以覺得不習慣 或你可以覺得 啊好難 不喜歡 可是我覺得不用排斥 因為 怎麼講 就是 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不同的生活體驗 然後 你去不同的地方生活 的目的不就是想要 有不同的生活體驗嗎 所以我就覺得 欸這就是生活體驗 我覺得蠻好的 嗨大家我現在在高鐵站 我現在準備要上台北了 然後現在時間是4點多 然後趕快上去 今天可能會晚一點點到 然後 反正就是留一點時間試穿 就好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買一點吃的東西 嗯 就這樣子 好 我要趕快上去了 不然我怕我趕不到車子 那我們就等一下見 現在陽光超級好的 然後我現在等車子 太陽超大的 喔 好 然後呢現在就等車來 其實蠻熱的欸 我後悔戴外套出來了 所以我帶了一個 就是缺冠之前 賣一個這個 拼接的外套 我想說比較薄 結果 沒有超熱的 好然後我現在就等車來 然後就要去台北 我應該到台北 應該差不多五點半吧 然後到台北五點半 再到花花severe那邊 是應該差不多快六點了 大概就這樣 喔車子來了 嗯 我要走了 我已經到了 我已經到了Severe了 在這邊 剛剛 好我現在要趕快進去了 然後呢 今天的人很多路上 所以我一直不敢拿出相機 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露營了 我覺得一切呢 就是都只有尷尬可以形容 好我現在趕快上去 然後先去試穿看看 有什麼可以穿的衣服 好啦 現在要來試穿衣服 然後看哪些我可以穿 現在拿了一些我可能可以穿的 嗨大家 我現在已經試穿完 等一下直播要穿的衣服了 我總共準備了九套 然後現在是七點半 我們八點鐘會開始直播 所以現在還有半個小時 然後我終於可以吃 我剛剛在高鐵的時候 買的三明治了 因為我完全忘掉高鐵上不能吃東西 反正就在這裡 我現在要來吃我的三明治 然後配黑咖啡 好就這樣子 我要吃東西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直播了 然後呢我們一切都已經架設好了 然後就準備要來 我今天的第一套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的好看 好 一把一把快來喔 好 好我們準備要 開始直播 我們要開始直播啦 好等一下見 好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然後 我畫在這邊 然後他開剎的設計很好 是他 我覺得他把我一個小水機 然後我們在這邊 等他講完好去 然後開剎 然後他不會讓你看到肉 不會覺得很清潔 我們已經直播一個小時了 我們進度應該有半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蠻顯瘦 我們已經結束直播了 然後現在就是他們在整理 我呢就坐在這邊休息 錄個影片 有沒有 因為影片整理完 好啦 等一下我們就要回去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回去了 然後 我今天回去應該也是很晚 所以可能也就是卸妝 然後就可能就睡覺 就保養睡覺這樣子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跟我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然後跟著我出門 因為如果勤保養的話 就是其實皮膚是可以養好的 好我現在就用這個化妝水 嗨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八點鐘 然後我們呢要準備去 他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我知道上學 對 好快點電機 我們現在要去上課了 然後呢送完MRIMRI上課之後 就要回來保養 然後就去找東西 沒有去找東西 然後就要準備準備上台北去工作了 好今天的行程就是先不跟你們說 我們就跟著我一起走 好 掰掰 嗨 大家喔 送完小孩回來了 然後我要來吃我的早餐 我今天一樣是吃 牛肉的蛋餅 其實是牛肉抓餅 這樣子 因為我等一下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就沒有什麼機會吃東西 所以早餐一定要吃飽飽 不然的話我大概就會餓死 好 我昨天其實也是吃這個 這個超好吃的 它的餅皮不是一般的那種 蔥抓餅手抓餅那麼厚 但它也不是蛋餅那麼薄 你長這樣你知道 真的好好吃喔 它裡面的牛肉是他們自己炒的 是洋蔥黑胡椒的牛肉絲 很好喝 嗨大家我現在要準備出門了 然後呢因為我有一點點 我剛剛在發那個公關片照片 然後就有一點點 弄太久了 所以我現在有點來不及 我可能來不及在家裡化妝 我待會可能把東西收一收 然後到了台北去之後 再去把那邊化 那我現在就是趕快來保養一下 這樣的話可以少帶一些東西 那我要先來把我的臉 稍微擦拭一下 因為其實我剛睡了一個午覺 我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今天中午的話還沒有吃 一般我工作日的狀況就是 其實都會吃東西都會有點不正常 其實這樣比較不好 大家不要學 好趕快來保養一下 然後 別人都在家裡 就臉沒有髒 我就不會再去特別洗 就是會用 那個那種活泉水之類的東西 把臉擦拭一次這樣 稍微把那種綿絮啊 戴掉就好了 最近口罩戴的比較多 皮膚就會比較多 一些小問題 不過就是小問題啦 不算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但是就是還是會有些泛紅乾燥 好第一個我就是用化妝水用這個 敏感化體的 這用量其實蠻省的 我都用手上 吸收一塊 我覺得蠻好用的 算是挺溫和的啦 溫和溫和 而且我覺得就是如果你的臉上就是真的比較敏感的時候 用這個也有舒緩的效果 好 蠻喜歡的 我還是搞不定這個相機的對焦 我看網路上說好像要更新韌體之類的 可是我看不太懂 我真的是 我就會再加一點點精華油 然後最後擦一個乳液就好了 每一層保養品都要吸收 就可以擦下一個 我用油這類的產品 我就會像這樣子在手上推開 然後慢慢的推 快速今天要快速 因為我真的是有過來不及 每次直播大家都會說 我這個老鼠的頭套很好看 這不是老鼠 這其實是大象 好乳液我要用敏感話題的乳液 我真的很喜歡保養 為什麼呢 因為保養它就是 你好好保養 它就會皮膚好好的給你看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對人好有回報的感覺 嗯 好的 那就保養好了 OK 我來收東西準備出門了 快速快速 我現在到高鐵站了 我要趕快去搭車 我搭25分的車 現在應該已經20分了 然後今天風草大 完全就是新竹的風 我現在快要到工作室了 然後我們剛剛點了那個外送 我們今天晚上吃山本漢堡牌 因為我點的晚餐是 一樣是明太子的漢堡 然後我幫缺班的人工點了一個主廚漢堡牌 你們是不是根本其實根本看不到字 好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再吃飯 然後吃飯完之後我們就會直接直播 直播完以後就會直接再打車回新竹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今天的行程 那我們就等一下見啦 東圈牌工作室了 好多鏡子喔 全方位都可以看得到 我比山本漢堡牌 我比山本漢堡牌快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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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心噴發服務要停 就是喜歡噴來噴去 我們現在直播完了 然後要回去 現在Bus跟雀斑 我們現在要先去雀斑家 我以為你在騎腳踏車 你說誰 我們剛剛直播了很久 現在大家陪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去 然後回去放個東西 拿個東西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要準備叫車 不行啊 不要叫車啊叫思緣 不行啊我不要不行 我昨天吃完宵夜 然後結果今天餵食到逆流 超不舒服的 因為睡前吃太多 思緣那個蘿蔔糕啊 真的不臭了 可是它太貴了啦 135欸 8幾塊 6塊8塊 可是我就追那個 那個什麼 豆腐比較吃 百葉豆腐 思緣的百葉豆腐 然後本來我現在就是要回去了 就這樣子 等一下回到家就 卸妝 然後就 保養睡覺這樣子 好 那就先假啦 拜拜 會 我也會看保養直播 真的假的 嗨大家晚安 我回到家了 然後剛剛洗好澡 洗完臉 現在時間是 3點半 好累喔 每次上台北 如果直播工作的話 基本上回到家都會 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然後呢我現在就要來 開始保養 然後就是 我自己是不論再累或怎麼樣 我都會堅持保養的人 只有保養會堅持 其他的事情呢 就 看心情 然後 我今天第一個步驟呢 要用的就是 敏感化提的這款化妝水 我用的是濕潤款的 因為我肌膚比較乾 然後它是比較低敏的 最近戴口罩什麼的啊 臉上都會比較有問題 所以就是用一些這種 比較 不刺激的產品 就不錯 這個其實我用一段時間了 然後它的用量非常的省 我覺得非常的省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戴口罩戴到 都會敏感啊什麼的 所以在選擇保養品 就可以選擇一些 沒有添加香料啊 酒精啊 比較好吸收的產品 會對肌膚的負擔比較小 好化妝水吸收之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 比較保濕的精華液 我一般用的產品 都是屬於 比較保濕類型的產品 因為 我的臉真的很乾 剛剛那個化妝水 我大部分都直接塗 我很少 整臉濕膚 但是如果 你們有局部比較敏感 不穩定的話 它是可以局部濕膚的 乳液的話 我也是用敏感話題的這一款 它的質地也是比較 流動性比較高 然後很快就可以吸收 不會黏膩 這樣子 喔 看 留下來了 趕快把它推開 一般我都會在手上 先稍微的 轉開 然後再往臉上擦 它這個調理肌膚什麼的都很好 跟它的化妝水一起搭配 然後目前用到現在的話 跟我手邊的產品都沒有什麼打架的問題 如果有毛孔問題的人 它這個也有講到說可以調理毛孔的作用 但是因為我本身比較沒有毛孔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的效果 我就覺得 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告訴你們 但是我覺得這副穩定度啊 舒緩啊什麼的 我覺得都蠻有感覺的 大概這個用到 第三天左右 其實就蠻有感的 好 最後一個步驟 我要擦一個護筍膏 如果有要擦眼霜的人 可以在這個步驟擦眼霜 好 我這樣子就保養好了 然後肌膚就是摸起來會痠痠的 很多人問我說就是我每天都這麼晚睡 然後為什麼肌膚就是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我覺得跟輕保養可能也有關係 假如我沒有輕保養 加上我這種作息的話 我可能早就是爛臉了吧 然後再加上我水其實喝得很多 就是白開水 我愛喝白開水 所以 我覺得這都有關係吧 就是代謝什麼的 可能都有關係 分享給你們 好了 真的好晚了 我要去睡覺了 不知不覺這個保養也進行了 六分鐘 七分鐘 好啦 我們要去睡覺了 我們明天見 明天是第三天 然後休息一天 禮拜四 我又要再上台北 又要再上台北直播 不過那一場就會比較輕鬆 因為那一場的話就是 邊聊天邊吃東西什麼的 就不會那麼的累 然後也可以比較早回家 所以 這個影片會記錄到禮拜五 所以 有點像是跟著我一週的感覺 好啦 那就這樣啦 好啦 我要準備去睡覺了 大家晚安囉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三 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去上課了 寶貝 GO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什麼 那是一個這個嗎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要趕快走了 來 大家 我送完小孩回來了 今天外面天氣很熱 然後早上穿著這麼厚 我剛剛送完我兒子之後 去買早餐 然後回來我就快熱死了 好 給你們看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 這個 你看這個糖果 這有什麼可愛的呢 這是有個故事的 就是早上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兒子他就 從桌上拿了這顆糖果 因為他之前生日嘛 所以我買了狗乖童給他 就有多了糖果 他就很想吃很想吃 然後結果他就拿了這顆糖 然後就問我說他想吃了 我就說那你先拿著 然後我們先穿鞋子 然後結果呢 他就想了想之後呢 臨走前 他就把這顆糖放在這個小墊子上 然後就跟我說 不要好了 因為他們早上去學校就會馬上吃早餐 他們老師其實有跟他們交代過說 早上的時候到學校吃 不要在家裡自己就是吃飽再來 要跟學校做習一起 然後也不要吃糖果 然後他就很想吃 可是他就是再三考慮之後 他就覺得說 嗯他要忍住 然後他就很可愛的把糖果放在這邊 然後就沒有帶走 然後他也沒有講說他要吃要鬧幹 其實我覺得我兒子真的很貼心 然後很懂事 雖然有時候他的耳朵長上好像沒有帶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我現在要來直播了 我覺得豆漿油條店啊 他就是要看起來有一點髒髒的 然後呢 就會特別好吃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覺得 然後我今天在 裝那個 沾醬的時候 就是我點蛋餅然後自己加醬 然後我在加醬的時候 我前面有兩個人也在加 然後第一個人 我就看到兩個人動作都一樣 兩個人動作都是 看一下醬料之後 然後抬頭看一下前面 然後又低頭然後繼續加醬料 然後加完之後 臨走前又再抬頭看一下前面 然後走掉 然後呢 我前面的一個人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大家的動作都一樣 後來所以我那時候換我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先抬頭看 到底有什麼東西 結果我一抬頭看 就是譬如說醬料區在這邊 然後就這個 就是醬料在這邊 然後這個牆 我就站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先抬頭看牆到底有什麼 結果呢 我就抬頭 嗨你們 抬頭看 我就看到 有兩隻小蟑螂 就是停在那邊 然後呢 看完之後 我想說 原來他們在看蟑螂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就低頭 繼續加醬料 加完之後 我也是在看那個蟑螂一眼 然後就走掉了 是不是聽起來很髒啊 可是 我不知道耶 但是 我不知道耶 可是 不是我跟你講 豆漿油條店真的很多蟑螂 我真的沒有騙你們 只是看得到跟看不到而已 可是我必須 我必須要老實說 如果豆漿油條店很明亮很乾淨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會好吃嗎 好 嗨大家 下午好 我現在呢 要去接小孩 噔噔噔噔 今天要去接Ryan Ryan說 希望我今天能夠去接他下課 所以呢 我今天要去接他下課 久違的接兒子下課 然後我接了他之後呢 可能就會 所以 我都不知道耶 跟他吃點小甜心 然後呢 我要把他早上移了這個糖 我再去給他 就覺得 他真的太可愛了 就是 因為自自利對小朋友來講 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 他有忍住 我就覺得很棒 跟他講 真的 晚餐是這個 油雞的 鹽水雞 然後還有一個醉雞 然後 可以啊 你吃飽就不要吃 然後他們今天買外面的 菜 快炒店菜 那還蠻好吃的 然後油雞也不錯 然後吃飯吧 嗨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是4月30號 就是廉價前的最後一天工作日 那今天我的行程呢 會是要 上台北去直播 就是 這是我 4月份的最後一個工作 嗯 對 沒錯 也只能是最後一個了 因為今天最後一天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先吃早餐 那我今天早上吃的是 啾啾 這個 然後呢 跟我自己泡了茶 欸我跟你們說我覺得啊 這真的超方便的 這是在Costco買的 然後它是有兩個瓶子 一起賣 然後呢它這個是有 你們看到裡面有一個分層 所以你可以把茶葉 或者是茶包之類的 就放在裡面 然後或者是你是放咖啡 可以 之類的 它就是可以給一個冷泡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蠻好的 很棒 好我來吃早餐囉 唉唷 好我來吃早餐 這是我第一次買耶 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吃 吃吃看 喔很好吃耶 它是高麗菜的 它是高麗菜的 很多菜耶 真的好好吃 我是喜歡吃菜的人 所以 它菜很多 我很喜歡 很好吃 我先給你們預告 今天中午我的午餐呢 會是昨天吃剩的晚餐 我昨天晚上買了油雞 然後它是用的像鹽水雞 那它是用油雞的東西去做 然後呢我就點了一些菜 結果沒想到沒有吃完 然後吃完午餐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準備 要出門這樣子 好好酷喔 然後我等一下 要把臉稍微沖一下 然後再來保養 大家午安 你們中午吃什麼 我中午就是吃昨天剩的這個菜 這看起來好像分量很少 對 這分量其實真的蠻少 但是我想說先把這個剩菜吃完 然後等一下如果肚子餓的話 再煮一點櫛瓜麵吃 就是我買了櫛瓜嘛 然後可以做點麵吃 但是想說先把這個剩菜吃完 沒錯 這家真的蠻好吃的 它跟鹽水雞不太一樣 它是 嗯 用油雞的那種醬料 所以它吃起來不是只有鹹辣什麼的 它吃起來 就是有油雞的味道 然後我有點雞皮高麗菜 然後還有筍絲 還有筍乾 好好喝喔 還有小黃瓜 還有小黃瓜 然後它的雞肉我覺得蠻好吃的地方是 它跟一般鹽水雞不一樣 它是用那種 真的那種雞腿肉 或者是真的雞胸肉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很老很柴的 因為一般的鹽水雞用的都是那種 我老公說是老母雞 就是退役的母雞肉 退役 就生蛋的那種母雞的肉 然後這個是真的是吃起來是嫩的雞肉 所以以肉來講的話我覺得口感好吃很多 好 各位我吃完了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準備一下 然後來保養 然後化妝準備出門 嗨 各位我現在要準備來保養化妝出門了 但是我現在內心其實還是很猶豫 要不要化妝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今天晚上的工作是很輕鬆的一個吃播 所以我想說好像吃播也不需要化什麼妝吧 而且因為最近就是一直戴口罩 然後臉這邊就是其實蠻乾的 然後又會很容易敏感什麼的 就想說 如果能不化妝就讓他休息嘛 所以我現在 好 反正不管我現在要先保養 然後呢 再讓我猶豫一下到底要不要化妝這件事情 好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臉 我最近看起來很疲累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時候 我忘了就說我看起來超疲累的 是 我是真的很疲累 我先把我的保養品拿出來 等一下呢 就可以 好好的來保養 啦啦啦 好 就這樣 我們來保養吧 然後呢我今天想要稍微施附一下我這兩夾 因為我這個禮拜出門的時間比較多 然後我覺得戴口罩戴的我的臉好像都有一點點微微的敏感 好 啊 我拿這個敏感化體的這個化妝水 然後就是在兩夾做一個簡單的師傅 應該說是 就是 那個口罩戴到的這個邊緣 這塊比較常摩擦的這塊 反正就是用一些比較 反正呢大家就可以用一些比較 舒緩型的這種保養品 然後來做濕浮 好 我沒有整片沾濕 我就是把中間濕透而已 因為邊邊不重要 這樣子稍微把它濕浮一下 這樣子 好 就是這邊不重要所以這邊我就不管它了 我就是在我重點要濕敷到的地方濕敷就好了 好 就這樣子濕敷一下 讓它稍微舒緩一下 就是最近的這個 狀況就是比較 麻煩棘手一點 好 我們就濕敷 濕敷大概等個差不多 就是最近的這個 差不多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各位回來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這個上面其實還有很多的精華 不要浪費 你就把它推在臉上 一般我使用的話我是會直接用手推開 但是因為我今天濕敷 所以就不要浪費了 我們就把它使用完 這樣子 好的 它這個吸收其實蠻快的 然後肌膚穩定度也是會有很明顯的改善 但是它不用三天左右 其實效果就蠻明顯 如果你有常常跟我的晚上直播的話 就會發現 我真的蠻常使用這一罐 它的用量很省 如果你不濕敷的話 用量超級無敵霹靂省 然後濕敷也不需要每天 就是偶爾局部就可以了 好 把它推開 下一個步驟呢 我就會使用精華油的部分 精華油 因為現在白天的保養嘛 所以我就不會 你知道 我不會弄得太複雜 如果說是晚上的保養的話 我就會再加一些比較 比如說抗老啊 或者是一些全方位的精華液之類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現在 目前呢 白天的話 我還在猶豫要不要上妝 可是如果之後要上妝的話 前面保養就是 夠就好了 不需要用到太滋潤 晚上的時候再來 幫它加強這樣 我現在用的這些產品啊 全部就是都跟 我手邊已經有的一些保養品 搭配起來都是可以的 它不會打架或什麼的 有些保養品成分上面會打架 這些其實都不太會 所以如果說你手邊 剛好有化妝水用完 乳液用完啊 精華油用完啊 其實都可以做提款使用 好 有吸收就好了 吸收就可以了 覺得摸起來OK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靈感話題的乳液 他們的乳液 他們的乳液量也不用很多 他們家的東西其實一點就夠了 OK 乳液我會在手上先戳開 像這樣戳開 它的質地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流動性很高的這種 喔有嗎 很快就流下來了 好 然後你就可以塗在臉上 我覺得這一組用下來了 比較厲害的感覺是 其實說實話在用的過程中 我是覺得 並不會覺得用完 當下立刻覺得怎麼樣 但是真的是用了兩三天之後 你就覺得 欸好像有點不一樣 然後一陣子用下來之後 我就會覺得我的臉 好像無時無刻都還蠻穩定的 不會長一些奇怪的小顆粒啊 小疹子啊 然後戴口罩引起那種 過敏的問題啊 敏感的問題啊 我覺得也有比較少 比較舒緩 好啦 當然就保養好了 然後它全部吸收之後呢 你就可以緊接著去化妝了 好接著我們趕快化妝 然後我們就要出門了 嗨大家 沒錯我還坐在這個位子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呢 我就在猶豫要不要化妝 要不要化妝想說 嗯那不然來看一下 Netflix上面有什麼影片好了 然後我想說 邊考慮要不要化妝 然後邊看一個影片 結果呢 我就不知不覺看了一集一集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就決定 反正我也來不及了 我就不化妝 我擦個防曬 戴個口罩 我就準備要出門了 沒錯 我就是這麼的荒謬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出門見吧 掰掰 我到高鐵站了 我每一次 從家裡到高鐵站 幾乎都是做檢測 因為 我不太肯定 我回來的時間會是幾點 如果說 時間超過了 最會搬高鐵 我就會坐計程車回來 那這樣我的車如果放在高鐵的話 我隔天就沒有車可以騎 所以 我都會乾脆就是都坐計程車 然後新竹技的車比較貴 騎跳是一百塊 所以其實我家到高鐵距離不算遠 可是每次都坐兩百多塊錢 真的超貴的 可是沒辦法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好 去坐車吧 現在我能夠搭的時間是 五點零八分的車 看不到 變成這樣子 五點零八 好 我等一下想要買一個 喝的 可是 進站之後其實根本不能喝 因為裡面現在禁止飲食 好吧 先進站再說 零八分的車 嗨大家我進站了 今天沒有自由住 所以我只能買對好坐 我到台北時間是 快六點 應該來得及 然後再到他們家 準備直播 應該來得及 應該來得及 不過有一點比我 預計的delay了一些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們等車子吧 現在還有二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見 掰掰 嗨我到了 去玩家 然後呢 因為外面有其他客人 所以我不方便在客廳錄 我就跑到房間裡面來錄 我們到了 然後現在Vida在我的前方化妝 不過他現在衣衫不整 不太方便入鏡 然後Bus在外面 然後老闆等一下就回來了 今天我們要吃播就是 我的這個麵 其實我麵上市到現在 我還沒跟他們一起吃過 所以呢 今天我就帶來跟他們一起吃 我們的直播結束了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準備要回家 老闆在這邊 我帶他先去老闆辦公室 拿一個 我寄到他那邊去的一個板子 然後拿那個板子之後 我就要回新竹了 回去之後就是 洗臉 睡覺 洗澡這樣子 然後就是睡覺這樣 嗯 今天應該也不會再做什麼事情了 因為 每次上台北回去洗 我會蠻累的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先這樣啦 好 嗨大家 我現在臨時決定呢 要去找Sam剪個頭髮 所以呢 我會去剪頭髮 然後剪完呢 去切幫的工作室 拿一下我 3號要直播的一個白板 然後呢 拿完了之後才會回家 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就是 走路去找Sam 大概就是這樣啦 出發出發 欸 終於在這邊碰到了 那妳要給大家看妳的頭髮嗎 很好看 哈哈 東去馮德倫好不好 哈哈 妳要放他的IG 他一直強調要放他IG 我不會把他放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妳看我的影片 會各種是IG 好 我跟妳講我現在要進去了 然後呢 他們要叫車了 掰掰 大家掰掰 你們太短喔 這樣怎麼可以 這樣大概到哪裡 這裡 差不多 好 妳是不是默默的一直剪短啊 沒有啊 有 我把他頭髮到這邊欸 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那麼狂的 妳頭髮在這邊 我在剪這樣子而已 屁啦 妳這邊已經剪過了 我這邊沒有剪啊 我這邊還沒剪啊 有啦 修一點點而已 屁啦 我跟妳講髮型師這會就是說 髮型師會講說 蛤 修給兩公分就好 然後就一剪 到這裡這樣 對 沒錯 對 這影片錄到最後面 他就會變到這邊來 我覺得我們就會翻臉 絕點 對 除了我 除了我拍形象照的時候 你不來幫我們用頭髮 我蠻 蠻 蠻失望的一半 對 我真的還真的覺得 我想要來吃那一半 對啊 而且重點是前禮拜 欸等一下 妳才幫黃老闆 是妳說不用的 因為我怕妳累 可是這時候妳應該就要說 沒關係我 我願意 我沒想到妳這麼不客氣 對 妳覺得真的是 猜不透女生心 應該想說 我以為我們就是 是那種 我說什麼妳都會說 沒關係我 對 我願意 我都會一馬上說不要 還是要答應這樣 對 但是妳以為我 我說不要是真的就不要 這是不是比較 沒有 妳無可能 嗨大家 現在呢 是晚上的六點半 沒錯 今天的開始就是晚上六點半 我跟你說 因為我昨天 從台北回來之後 我就全身不舒服 我猜是有點中暑 因為昨天其實蠻熱的 但是我穿的蠻厚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穿那麼厚 反正就是我就是有點熱到了 然後我人就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就是 早上就是一直呈現一個 吐 吐完睡 睡完吐 吐完睡 就是一個很不舒服的狀態 那一直到了剛剛就是 我吃了止痛藥之後 就是我頭很痛 然後吃了止痛藥以後 才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沒有辦法錄到 早上保養 對 我今天就錯過我早上保養 但是呢我等一下晚上的時候呢 會跟大家再拍一個 就是這一個禮拜生活的一個總結 那現在呢就是 我老公去丟垃圾 然後他們今天晚上要吃烤肉 所以等一下我會下去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可以密食一下 然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剪完頭髮了 就是 對 我剪完了 因為昨天就是 呃 跟朋友聊天 然後朋友就跟我說 我就跟他講說我最近好像 遇到一些瓶頸 然後好像 就是覺得 嗯 一直就是 沒有很順利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剪個頭髮啊 因為頭髮就是煩惱嘛 然後呢你就把 這些頭髮就是剪短 然後把這些煩惱拋開 然後就是一個全新的自己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然後我說好吧 反正頭髮嘛 我就去剪 然後就剪了一個短短的頭髮 其實也沒有短啦 還是長的啦 但是就是跟之前的比起來短很多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呵呵呵 好 那我等一下晚上的時候 就會再保養 然後跟大家聊天 然後跟大家說晚安 這樣子 那差不多這一個禮拜的vlog 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非常的感謝你們 看我這一個禮拜的vlog 因為我的生活確實是比較 沒有那麼有趣 加上現在 疫情的關係真的也不能往外跑 然後這禮拜算是我 這兩三個月來最忙的一個禮拜 所以也沒有時間在家裡做飯給大家看 但是還是很感謝大家 對我的生活 這我的支持 那如果你們有喜歡看什麼樣的題材 可以再跟我說 那最後就是 晚上再講啦 那就先這樣子 我下去覓食了 一天都沒吃 大家掰掰 嗨大家好 剛剛直播好了 然後也保養完了 我今天的保養品一樣呢 化妝水跟乳液都是有敏感話題 他們的產品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用他們家的一個心得 那這支影片呢 先感謝敏感話題贊助播出 謝謝他們 願意讓我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跟他們配合 然後也謝謝他們提供了我非常長的一段試用期 再來決定要不要合作這個產品 那我覺得這產品呢 讓我最驚豔的一個地方是 他們的用量真的是無敵省 大家有跟我直播的人應該就知道 我真的很常用他們 但是他們的用量真的是 真的蠻省的 就是尤其是像我這種 用保養品好不手軟的人來說的話 我覺得真的蠻省的 那他們的這個產品的效果呢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蠻不錯的 而且大概只用三天四天左右 就會非常有感 我覺得在肌膚的穩定性啊 跟一些敏感的狀況啊 我覺得都會蠻好的 當然如果說你敏感到皮膚已經會癢啊 會爛啊 甚至有一些破皮什麼的 那當然請你先去看醫生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像比如說現在戴口罩這些 一些那種泛紅啊乾燥之類的問題 他都可以蠻穩定你的肌膚 那我覺得敏感話題呢 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不是那種什麼抗老啊美白啊 就是那一類就是訴求非常強烈的產品 他就是屬於一個穩穩的 然後默默耕耘的感覺 那我覺得對於不同的肌膚 或者是膚子的人來講 他都是算是可以非常安心使用的產品 那我自己用起來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的清爽跟好吸收 也很舒服 那他的用量不用太多 一點其實就足夠 那如果說你跟我娘是非常非常乾的肌膚的人 像我自己皮膚很乾燥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再加一些精華油啊 或者是在精華液的部分選擇一些 比較滋潤型的產品去做一個加強這樣子 那就是還不錯 那分享給你們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也非常感謝敏感話題 願意贊助這一次的影片 非常的謝謝他們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或什麼的 可以留言給我 也可以打開資訊欄 裡面都會有相關的連結附上 好啦那就這樣啦 這樣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不要忘了幫忙跟喜歡 也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